用不一样的视野听世界 一起向未知的世界探索 科技与生活 啊 地震 好可怕 要是地震可以预测就好了 哦 幸好地震过去了 可是地震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哦 但是呢 可以透过预警系统 提早知道地震要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是透过电波 走得比地震波还快的原理 赶在呢 这个地震来之前 预先从地震源发送讯号 就可以提早10秒 让其他周边区域的民众 知道地震马上就要来了 欢迎收听科技与生活单元 我是刘登凯 是美国太空总署 加州理工学院 所属喷射动力实验室 系统工程部门助理经理 目前负责各项太空计划 上去谈到地球给我们的环境 除了有水 有空气 有能源 还有地震 虽然地震可能带来灾害 但是没有了地震也表示 地球可能没有磁场的保护 一旦失去磁场保护 大气层就会被太阳风破坏 地球也就不会有大气和水了 换个角度想想 地震像是地球偶尔发一点点小脾气 为了空气和水 地球人还是都包含一下 今天节目要来谈一谈 现在地震研究的方向和趋势 到底是注重在 未知的地震预测 还是正式地震 是不可避免的 重点从预测 转为加强地震的预警能力 提供民众地震来的时候 有更多阴影的时间 此外对于房屋抗震结构的重视 也是积极面对地震防灾的重点工作之一 土木桥梁及地震专家 严丽萍博士说 现在美国科学界 基本上对于地震预报 并不太看重 而把重点放在 结构物的抗震设计 抗震的能力提高 确保房屋在地震来后 不会倒塌 这反而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另外就是加强所谓的 地震预警系统的开发及应用 成都博士所说的 对于建筑物 公路 桥梁的防震 加强极为重要 因此早在2015年 洛杉矶市议会通过了 最严格的抗震建设规则 要求在1978年前建设的 木造软层建筑 Soft Story Building的业主 在7年内按照规定 加强这些建筑 这也让今年7月 南加州的地震 没有导致任何死伤和大灾害 可以说洛杉矶在这方面的改善 获得成效 另一个重点是地震预警系统 预警不是预测 而是地震产生后 能够将这个地震的消息 传到附近地区 让该区的居民 立刻采取紧急措施 将可能的伤亡降到最低 这个地震预警系统 是利用电波 要比地震波走得快的优势 提早告诉地震的到来 今年年初洛杉矶市长 贾西提 Eric Gassetti 公布了 SIG Alert LA的地震预警 手机应用程式 透过美国地震交杂局 就是US Geological Survey的 地震早期预警系统 只要有5G以上的地震 将可提前最高到60秒 发出预警信息 严利平博士说 地震预警系统 目前可以在地震震动 到来之前10秒至50秒 告知民众 将来随着地震观测台增多 计算机模拟算法的改进 以及无线电通讯技术的改良 预警系统仍然还有许多 可以完善的空间 这期介绍有关地震避难的 关键想法 第一 只要洛杉矶的建筑 依照法规标准 加上新的建筑技术 即可大大的降低地震 所带来的灾害 第二 利用高科技 提前通报 离震院郊远地方 只要增加地震预警的时间 那也就是增加民众避难 与保命的时间 别忘了每周一晚上6点半 锁定AM690 U Radio 锁定科技与生活 也可以上网搜寻 科技与生活 可以回馈您关心的科技议题 科技与生活 向未来的知识探索 充实您的科技知识 带来生活方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以上单元由刘登凯 U Radio联合制作播出